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刺奇迪雕我用清蒸的方式来做 影片中会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搭配的是清蒸鱼酱 我们先来看这一尾刺奇迪雕 它是俗称的红鱼 很漂亮生产者是黄昏香 清蒸鱼酱我常带大家用这一包 因为它就是熬煮出来的酱汁 你不用自己再花时间去煮 也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物 我还准备了葱段 还有现在很多的九层塔 九层塔就稍微提味用 还有精华菇 精华菇跟金蒸菇 大家都会问有什么不一样 精华菇它比较有香气 大家都可以买回家试试看 还有刚才看到的牛番茄 还有现在画面中你看到这是马告 我喜欢用马告 马告它有一个柠檬跟姜的味道 记得压水 我们看到这个鱼非常漂亮 因为都已经处理好了 在收成的时候就立刻放学 然后加工处理在超低温冷冻 所以鱼的鲜度都够也在 锅子看你的大小啦 因为我的锅子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把尾巴这个部分把它切掉 清蒸鱼酱啊 先腌鱼 大概10分钟 像这样一尾大尾的红鸡母 大概要两包 然后大家看哦 我还有准备的生抽 一大汤匙 我没有再加盐调味直接用生抽 生抽剂的它的用量是一般酱油的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这边的步骤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把葱段啊 还有精华菇都放在鱼的下方 然后鱼再铺上来 然后旁边再放了牛番茄 我就这样很简单的方式 这一个方法我之前在台南战所上课 也有教过大家 因为你在清蒸鱼的时候 下面铺一些葱段啊或姜 可以避免你的鱼粘锅 有的时候可能在加热的过程 你会稍微粘住 我还倒了我们的风味橄榄油 然后盖上锅板 让它煮 煮滚之后啊 我就转火稍微小一点 去计时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再打开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鱼肉熟了没 就像刚刚画面中看的筷子 你可以穿透鱼汁 就表示这一位鱼已经熟了 所以你不要担心 因为像比如说我是五分钟 但是有可能你的炉火的关系 你可能时间要延长 那你有一个测试的方式 就像刚才这样子 都示范给大家看 这个红鸡母的鱼肉啊 我觉得它非常的鲜嫩 很好吃 只有鱼味的香气 没有土味 鼓励大家试试看 现在有推广价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